這個是我們自己 台東花蓮原鄉的老人藏著 可是在基隆種不起來 產自於原民部落的 草天椒 山蘇 黃公菜等蔬菜 想要品嘗原民栽種的蔬菜 來這個市集通通都有 原住民的夥伴 所以看到這些原住民的素材 覺得是很有親切感 我們真的很開心也很快樂 也有希望這樣的一個地創的關係 我們才有那個 假日市集 因那里巴哈的市集 所以因那里巴哈的市集 就是針對媽媽歡樂的意思 這些爸爸媽媽 都會來種植我們的一些農產品 還有從友善環境概念出發 推動的綠色餐食 像是在八豆子採摘的月桃葉 可以用來包裝食材 攤位上氣泡飲 手釀 味噌 蜂蜜 柚子醬 從產地到餐桌 每一項產品都能夠減少 對環境的影響 它就是我們的日常 然後它是每一天 你要從吃食物開始 所以今天也有帶來一些食物 它也是跟綠色餐飲 指南有相關 就是用采用友善食材做的食料 感謝大家一直不斷的支持 金龍市政府 舉辦地方創生成果展 邀請了11組地創團隊 涉攤展現一整年成果 活動剛好遇上萬聖節 吸引了30多組親子團體 參加採尖活動 透過走途方式 探索硝山街區的創生活力 只要能讓在地的DNA 可以凸顯出來 像剛剛有惠龍市場 其實我去年的時候 也有去過惠龍市場 那其實它是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沒落的一個傳統市場 那如果可以藉由這個年輕人的返鄉 然後藉由這些新的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有酒吧 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 這個CI組視覺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不錯的 idea 那只要有不錯的文案 或者是不錯的這些設計案 那我們這產業發展處 都很樂意的來推 然後來促進我們金融市 整個產業的發展 而在地方創生團隊中 來自暖暖的山水草間 長期推動綠色小旅行 及體驗課程 今年將串聯各社區 利用公車綠色運聚 邀請民眾 來暖暖進行綠色小旅行 以在暖暖來講 我們要把各個社區的人 帶到我那裡去 那其實他們是有難度 他們都是交通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是利用公車 來做這些事情 像我這次跟 那個共獨的文化局的活動 我們就是坐公車 然後直接到我們那裡 然後以沿途來認識職務 金融市很多的地方創生的社區 在我們市任務很多團體 譬如說廠挖處 文官局等等的輔導之下 其實也都慢慢投稿起來 那後續如果 將我們這些地方方式的一些特色 把它串聯起來 那帶我們公車處 作為運輸的一個主要的工具 今年的地方創生成果展 結合了萬聖節活動 富有教育和趣味性 市任府產發出強調 將持續做地方創生青年的堅強後盾 歡迎更多青年和團隊共同加入 記者黃燒民集中報導